许多国家先后启动疫苗施打计划 以色列是目前接种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他们疫情却没有趋缓 还有人在施打之后确诊 疫情指挥中心的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表示 根据以色列的数据 20万跟43万人两组调查中发现 只接种第一剂感染率就可以下降三到六成 具有一定的保护力 施打情况台湾也可以拿来参考 至于大家都想知道 国外疫苗三月到底能不能进来台湾 陈志忠则再次强调 大家不要再为难台湾 因为要确定进口了才能讲 美国辉瑞疫苗问世后 由英国率先开打 但在以色列接种最广泛 是目前全世界最普及的国家 疫情却迟迟没有趋缓 还有人在施打后确诊 国外专家就怀疑 难道是疫苗效力不够吗 第一剂也是有一些效果 但打完两剂看起来效果应该是会更好 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来评估的话 应该是对目前的疫苗接种的模式 或者是疫苗保护的效果 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消息 疫情指挥中心透露 目前以色列有四成人口 接种第一剂辉瑞疫苗 分别从20万和43万人 两份统计中发现 只接种第一剂 感染率可以下降三到六成 有学者推估感染率只有万分之一 具有一定的保护力 他们大概是800万左右 800多万 对于台湾的三分之一 不过是很值得观察 因为它打的量是很大的 这是我们重点观察的一个国家 希望它能够往再继续 能够往下降 因为他们的确诊数 比例也算高 所以观察起来 有没有效果 应该就会比较清楚 观察国外疫苗施打情况 对疫苗配置更有帮助 但我国疫苗究竟何时开打 指挥官陈世忠这样说 都要确定进口 我才会讲 事实上这段时间 就跟以前 我上次我跟大家也稍微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讲太多 就遇到太多的困难 所以大家不要再为难台湾 陈世忠也提到 政府如果透过商业模式 顺利拿动疫苗 大家乐观其成 希望让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记者台北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心